诶 诶 诶 云烟姑娘 诶 云州 奴家赎身了 抱 抱上了 这姑娘 长得挺好看的 她就是手动叫裸枪猴 是 诶 诶 你赎身了 那不应该是好事吗 可奴家现在身无分文 也没有亲戚可以投靠 实在是不知道去哪 那你先在叶府 待上两三天吧 奴家多谢叶少爷 但是啊 你也太不小心了 这我刚给媳妇买的簪子 就被你给弄坏了 要不 奴家还是走吧 只怕少夫人知道了 会不高兴 没事 我媳妇啊 她不是那样的人 来吧 跟我走 太邪恶 想得太多了 站在干啥呢 站在干啥呢 老方呢 她可能去告状了 赶紧吧 这功劳不能让她抢了 对对对 夫人 夫人 夫人不好了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少爷 把那个青楼女子 带到府里来了 什么 少夫人呢 少夫人好像出去了 出去了 赶快在少夫人回来之前 把那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还有啊 让府里所有看见的人 都给我闭嘴 绝对不能让少夫人知道 可是 快去呀 可是什么呀 可是少爷已经带人 住进偏房了 夫人 气死我了 那个逆子 去把她给我叫来 你就告诉她 我要死了 快去 是 气死我 这回我一定不会点炮了 少夫人 你可算回来了 刚才有个女的来找少爷 少爷把她给带进去了 还有呢 老夫人特别生气 刚才还骂她一顿 让她把人给哄走 芸妍 你暂时先住下 有什么事吩咐下人去做 芸妍 这些日子 奴家对你朝思暮想 夜不能寐 若今奴家熟了身 只想 能留在你身边 这可不行 我是有媳妇的 可是我不在乎 只要能在你身边 就算是妾也没关系的 奴家不想再跟你分开了 你不在乎 可是我媳妇在乎 你知道奴家为了孰身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难道 你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我 连一丝一毫都没有我 原来 都是奴家自作多情 芸妍 你干嘛呀 你都不要我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死了算了 李宗妍 少夫人 求求你 就成全我跟爷少爷吧 你也想我成全你吗 我没有 少夫人 我这辈子 生是她的人 死是她的鬼 如果她不要我 我就死在这 云烟姑娘 是想当她的妾室 这会老夫人了吗 不不不 我不那切的 我娘要是知道 非打死我不可 云烟姑娘 我真的没法说得你 你先闭嘴 云烟姑娘 现在是自由身 是 奴家已赎了身 只求能跟在 叶少爷身边伺候 就算为奴为婢 都没关系的 当奴婢呀 她现在身无分文 还道歉三百两 可能请不起你 你长相貌美 又能歌善舞 之前还是一个头牌 当个奴婢 确实有点可惜了 你要是实在舍不得她 不如来我们标局 当个前台 我反对 你闭嘴 前台 前台是什么 以后我们标局 肯定会有很多客人 需要接待 你长这么好看 肯定没有问题 至于凤鸣嘛 一个月 补两银子 包吃包住 你看如何 她竟然愿意愿我留下 我墓里卖的什么药 肯定是想羞辱我 果然心思很多 但好歹能留下来 这样我对王爷 又有个交代 你考虑一下 然后告诉我 来 洗澡 娘 咱们要先喝了吧 我不喝 拿走 娘 我真的是快被那个逆子给气死 她要是敢娶那个女人进门 我就死在她面前 娘 没那么严重 我把她给留下来 正好我们标局去个前台 她长得还挺好看的 就给她留下了 你不怕留个祸害呀 那女子可真是毫无手段 我 哎哟 哎哟 问题的 我一想起那个女人 我就脑袋疼 哎哟 你还真别说 自从打了这麻将吧 娘倒是越发精神了 要不 你陪娘打两千 再把那个什么小方爷叫上 她最会放炮了 没问题 还有那个胖子 我天天赢他们 娘 头不疼啊 装弹 你还生气呢 哎 我跟云烟真的没有什么 她这次来找我 说没有地方去了 我才收留她呢 哎 还有 我之前去找她 都只是吃吃饭聊聊天 其他什么都没干 上次帮她赎身也是 只是因为同情她 谁知道 她就缠上我了 哎 秦镇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啊 云烟赎了身就是良己 却还要缠着你 为怒为逼在所不惜 图什么 图你帅 图你道歉三百两 你觉得合理吗 我 一人庄 知道我最讨厌什么人吗 传人不自知的人 别人给你射套你还往里跳 你要死可以 不要拉着别人 我